7月12日霍思燕在微博晒出与老公杜江教儿子学游泳的照片 他还在微博留言称努力学游泳体格棒棒的 照片中恩恒带着游泳圈飘在水上 杜江站在一旁用手扶着儿子 霍思燕则看着这对父子微笑 虽然有网友留言称赞恩恒聪明 但也有人指出你这样有点像王祖兰 在此前一天霍思燕在微博中说 看了这期爸爸回来了心疼死我了 看儿子哭得那么可怜我都要掉眼泪了 好想做这个严肃杜江一顿 但是老公我还是支持你 作为节目里最年轻的爸爸你已经非常棒了 儿子将来一定会知道你的用心 我为你们骄傲 近日杜江霍思燕夫妇现身某酒店门口 两人在等车后手牵手不忘秀恩爱 杜江把老婆霍思燕打开车门后让及上车 自己再绕到另一边上车 对老婆照顾的十分体贴 杜江透露在生活中 她到现在还没有和妻子出现意见不合的时候 即便有那当然也是听思燕的 她是我的女神 近日到上海拍戏 两人还把孩子带在身边 霍思燕坦言自己特别离不开孩子 有时候开工早收工晚 出门和回来的时候孩子都在睡觉 我真的有点抓狂 有时候小两口还会把孩子带到偏长 霍思燕说照顾孩子是最开心的事情 每次拍戏累了一天 但一看到孩子都会倍感轻松 想你到无法呼吸 恨不能立即 冲你狂乱去 大声灯 是你 嗯 嗯 嗯